慧卿被这样严密的监控 心情跌落到谷底 幸好大哥崇光一直陪在他身旁 为他分忧解闷 两个人不仅常在一起做功课 更变得每天一起上下学 这种状况看在怡文眼中 当然很不是滋味 可是他每次探慧卿口风 慧卿的反应又好像他真的 只是和大哥很有话说而已 所以怡文也不好强求慧卿远离崇光 至于崇德 他的反应就比怡文激烈多了 其实他是爱慧卿的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罢 因此当他看到崇光和慧卿那么亲近 他又急又气 可是个性偏急的他又不想说出来 于是他开始作怪了 一直以来崇光其实蛮同情慧卿的遭遇 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慧卿将来 会要嫁给顽劣的弟弟崇德 是一种糟蹋 可是命定如此 他也无能为力了 有时他甚至还妄想 为什么当初慧卿不是分配给他呢 要是将来慧卿是他的妻子 那他一定会好好疼惜他的 只是一向稳重的崇光 并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别人 当然连他未来的妻子 遗文也不知道 事件过后 有母担心聪明的慧卿会有不轨的举动 开始盯着慧卿 并且下了命令 要遗文在学校监视慧卿 不准慧卿跟男孩子说话 从此慧卿没有单独外出的自由 也不能和男同学一起讨论功课 总之有母要慧卿彻底死心 因为她是尤家养大的媳妇 所以有母绝不能让他做出什么丢脸的事来 慧卿被这样严密的监控 心情跌落到谷底 幸好大哥崇光一直陪在他身旁 为他分忧解闷 两个人不仅常在一起做功课 更变得每天一起上下学 这种状况看在遗文眼中 当然很不是滋味 可是他每次探慧卿口风 慧卿的反应又好像他真的 只是和大哥很有话说而已 所以仪文也不好强求慧卿远离崇光 至于崇德 他的反应就比仪文激烈多了 其实他是爱慧卿的 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罢 因此当他看到崇光和慧卿那么亲近 他又急又气 可是个性偏激的他 又不想说出来 于是他开始作怪了 慧卿洗好的衣服只要一不注意 就被他故意弄脏 煮好的菜也无缘无故被丢到地上 慧卿认为崇德是讨厌他 所以才会对他如此 又想起阿母说过 不可以武力崇德的话 只好忍着泪逆来顺手 他只希望有一天崇德可以同情他 饶了他放了他 他哪里知道崇德是因为太爱他了 所以才故意如此 慧卿没有搞懂崇德的心思 而游富也因为崇德的顽劣不断地惹是生非 被弃得中风 家里的生计一下子变得重响 于是慧卿和怡文都被命令出去找工作 怡文在超商当起了店员 慧卿也只好辍学在郊西的一家饭店担任出纳的工作 也就在那段期间他和阿凤成为好友 因为阿凤也是苦命的人 所以两个人格外同病相连 而慧卿自从认识阿凤之后 好像更加不想嫁给崇德 他常对怡文感慨地说 女人都好苦命 又常对怡文说他想帮阿凤逃嫁 怡文每次听了都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然一定会出事 结果阿凤还没帮成就真的出事了 只是出事的不是阿凤而是崇德 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大家都睡了 只剩慧卿一个人还在厨房炖药 要给他阿爸喝 由于一整天工作下来 他已经好累好累了 睡眼朦胧中 他居然看到有一条人影闪过窗口 慧卿急忙打开窗子望一望 当然没有人 可是当他一回头时 崇光居然出现在他面前 大哥 怎么是你啊 吓我一跳 对不起 大哥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我有事情要问你 什么事啊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嫁给崇德 我 我 其实 我也不想娶你了 可是姐对你那么好 你如果不娶她 她会很难过的 不要再提她了好不好 我是说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怎么样 我们两个 没事 算我没说 大伯 你得去睡觉 聪明的慧卿当然明白崇光想说什么 但她却不敢想 一来这是小时候就注定的事实 除非阿母改变心意 要不然谁也改变不了 二来 她要是和大哥谈了恋爱 这怎么对得起疑问呢 慧卿心思白转又放下了 但是无意中看到这一幕的崇德 怒火中烧 溢不住气愤地走向慧卿 那个 有什么事吗 你说 你是不是喜欢大哥 我当然喜欢大哥 因为他一直对我很好 才不像你 妙礼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想干嘛 你是我媳妇 你来我们家 就是要做我的老婆 你不要这样 我让你知道 你以后不可以大礼别人了 你才不敢呢 别我来 你以后不可以大礼别人了